最不耐用最难卖最垃圾的三款苹果手机 最后一款你肯定想不到 走我们去去仓库看一下 这是小金最难卖的三款iPhone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从年前一直存到现在 你看看要推多少 首先第一款iPhone X 第一款全面屏的iPhone 虽然是苹果集十年大成之作 但是第一代全面屏有很多功能性上的缺陷 比如发热非常严重 至今为止六年的时间寿命将至 现在iPhone X64还要1499 同样价格真不如考虑X2 第二款iPhone 8 都2023年了 还用什么非全面屏手机 现在无所小吧 64的价格还要去到900多 可说毫无性价比可言 第三款31963mini 跟12mini一样 屏幕小还贼贵 而且只能插单卡 所以终究是极少数人选择 当然有这个预算 还不如考虑这台国航12 128内存 还支持双卡双待 更或者加个200 选择这台旗舰款12pro 岂不是更香